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見美股大跌,特朗普改口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恆指全日反彈了154點,收報26217點 成交就不算多了,只有669億 美股道指在星期二晚大跌曾經一度下跌超過400點 最後跌市時都要跌280點 美股一跌,特朗普改口 美股為何那晚會大跌呢? 就是因為特朗普很即興地在北約會議期間 說了他不介意等到大選之後才跟中國簽貿易協議 市場被解讀這句說話 即是在中美短期很可能簽不到協議 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又不肯讓這個關稅 中國在農產品上高可能也不會買很多 所以就卡住了 那天美股大跌 大家看看當日道指這幅走勢圖 大跌下來打一下做十次升 之前那天其實已經跌穿了上升涉型 下跌後,技術上高就剛剛好巧 如果你上高綠色這條做上升軌 拉一條可以有一個平衡通道出到 剛好就是星期二12月3日的低位 也跟前浪頂9月12日的高位是很相近的 又發揮到支持 然後他看到市場這麼大跌,不對勁 特朗普就立刻改口 昨晚,即是星期三晚 又不是這樣說 特朗普就說 中美貿談進展非常之順利 彭博也引述消息人士說 這個消息人士當然是美方的 就說中美在首階段的協議 削減關稅金額的增以上高 就趨向達成共識 趨向達成共識 在12月15日之前 完成貿易協議的機會都很大 這些消息一出之後 那美股怎樣? 彈回一些 彈回一些 很特別之處就是 正在星期二 美股下跌280點 那星期三 美股反彈是146點 大概是一半 這個下跌裂口 還未完全可以回補 回補了一部分 大部分 還未可以回補 即是說市場還要觀望 還要等 雖然特朗普改口 但之前那天他又說 又不行了 現在改口又說 進展順利 究竟信誰好呢? 兩邊都有可能 因為都是特朗普你這樣說的 所以就採取一個 保守一些觀望態度 反彈一些 但反彈不完 這個技術走勢 很可能由這個上升洩營 變成了這個上升通道 他現在在這裏 浪油皮皮發一下發一下 那關鍵呢 我有一條紅色線的 亦都是上升通道底 但由於上升通道底 是一路向上的 跌破上升通道底容易 跌破這一天 12月3日低位 27,325 或者之前這天 9月12日的高位 27,306點 萬一跌破27,300 即是 收在27,300之下 即是拜拜了 忍著淚說Goodbye也好 美股都可能會轉淡的 記住 美股轉淡位 轉紅燈位 是27,300點 收於旗下轉紅燈 OK 講完美股之後 才講港股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這些 這幾天 港股的走勢 都因為特朗普 他衰多口 第一天就說 不行了 第二天又說 進轉順利 港股被他玩死 說不行的時候 就滾下來 考驗 兩萬六千關 這個兩萬六千關 就是上升通道底 這個上升通道底 也是上高先畫一條線 然後引伸下來 這麼巧又在那裡 之前那天跌了三百多點 即是星期三 今天反彈一半 一百五十幾點 跟這個美股一樣 之前那天跌 三百幾點 反彈一半 港股一樣是跌 三百幾點 反彈一半 就是這樣 反彈一半 也就是採取一個 觀望等候的態度 因為消息很混亂 消息很混亂 雖然特朗普改口 但是這個特朗普改口 可能是因為美股大跌 迫使他要改口 還是真是中美貿談 上高 有進展 大家現在還是撲朔迷來 所以先反彈一半 靠在這個上升通道底 現在可反彈 也可以跌下來 我仍然維持原本的看法 就是如果收在兩萬六千關之下 港股轉紅燈 很清楚了 中方怎麼說中美貿談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 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中方認為如果中美雙方 達成第一階段協議 就應該要相應地降低關稅 他就說 雙方經貿團隊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溝通 目前就沒有那麼多細節透露 其實他的說法和特朗普說法 就是說大家現在進展良好是接近 和昨天彭博所說 中美在首階段協議 削減關稅這個問題上 趨向達成共識都接近 美國肯定要求中國做很多事情 例如買很多農產品 例如要達成很多很辣的條款 不過中國最重要的是 你要我達成這些東西 就要相應這樣削減關稅 是不是真的趨向共識 我們還是要等 如果趨向共識 如果達成首階段協議 港股是可以守住 這個上升通道 有機會反彈 如果不行 就跌穿下去 總之跌穿2萬6 收衛旗下 就是紅燈要小心 好了 貿談方面 大致上是這樣 還有一個指標 就是美元對人民幣 就是向下人民幣升 向上人民幣跌 早兩天就差了 現在就去回7.04 即是在7.05這個位置之下 也就是說市場開 對中美貿談稍稍樂觀 稍稍的 要去回7才是真的樂觀 好了 講一下另外一個話題 講內地 內地呢 今天的股市 挺好的 上證指數升0.7% 突破下降軌 深圳成份股指數升1.幾% 深圳創業板指數升2.幾%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很可能和以下所講的內容有關 彭博有一篇報道 就說 內地可能11月份的新增貸款 廖還比 即是較10月份 翻一翻 即是多一倍那麼多 就是大量放水 事實上 其實人民銀行行長易剛 其實早前 在上個星期週末的時候 曾經無的放置地說過一句說話 就是說 我們堅決不搞大水萬貫 無端端怎麼說大水萬貫 上個月 即是10月份的新增貸款很少 當月新增貸款是多少 是6613億 創下了2017年12月以來最低 那個月的放水量 社會融資規模 都只有6189億 低於預期 M2的同比增長率是8.4% 10月份的數字這麼低 無端端說 我們堅決不搞大水萬貫 那你一直都在收緊水 沒有大水萬貫 那不說是做什麼 原來其實是有含意的 就是想說其實是11月份 可能的數字很高 跟大家打了一個補針先 就是不要以為看到這麼高的數字 我們就是搞大水萬貫 我們不是 那也都暗示其實11月份 那個新增貸款數字可能很高 那現在彭博呢 就怎麼猜呢 就猜它在11月份 很可能預計 那個新增貸款 達到1.3至1.5萬億元人民幣 那剛剛說過了 10月份 就是6613億 如果一個雙倍 都是大概是1,300 所謂1萬3千 200億左右 那現在呢 是可能去到1萬3千 到1萬5千億元人民幣 那就是多一倍了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對A股對內地經濟 對各方面都有刺激的 那放那麼多水 其實去哪裏呢 很可能 所以近來又見到 11月份那些內房 那個銷售數字很理想的 應該不多不少 流了去到內房那裏 那裏 所以有刺激作用 好了 那所以今天 第二樣說的就是 要留心 會不會即將公佈的 內地的新增貸款 是超預期 然後呢 有機會刺激A股呢 反彈 那如果你上指數 現在都不知道 我打個問號 打個問號 不敢說實 這個一定是頭堅底 因為呢 這些可能 浪來了很多次 才會是真那次 這次不知是否真 形態上高 就做了很久的了 那看看會不會是 是的話 都不是說你升上3千就是 要升穿 和企穩在3050關之上 這個才是頭堅底成立的 暫時就沒有這麼快 好 接著再講另外一個話題 第三個就是 講回一些股份 大市今天有些反彈 內地股市做得很好 因為衝勁 可能會大放水 那些股份做得好 未必關那些事 今天輪到一些科技相關的股份 跟大家講一下幾個 第一個 那些半導體股 一隻華雄半導體 升15% 市員高盛這間大行 就唱好它 那樣 那它就不是真是很高科技的 它做了一些半導體 就不是很高科技 但是高盛就唱好它 那之前那天其實已經是 一支大棍賞了 今天再列口上升 那現在上升到什麼呢 就是剛剛中期下降軌 收16.8% 升了15% 去到中期下降軌 那連續兩天急升的了 現在呢 就等回吐了 因為呢 其實都升了很多 又都受著下降軌 阻礙著 如果你信高盛 看好它的話 我建議你都後低 最好當然可以回報部分下跌 上升列口 就是 今天的低位 你猜今天的低位 就是15.38 你說回回這麼多 會不會 不知道的 那就看幾天 最好就是可以 如果不是 都不要那麼高追 起碼16元之下 就比較安全一點 好了 那除了半導體股做得好之外 其實就 手機設備股都做得好 因為呢 5G概念呢 就繼續發酵 預期明年 就是一個月之後 已經是2020年明年 5G就會當道的了 就是內地出的手機都5G 所以是一個改朝換代的 制式改朝換代 內地呢 就5G的一個升級潮 對那些設備是有利的 例如 今天 手機設備股裏面 比亞迪就升8個百分比 早前 好像一個 雙頂也好 會不會是頭肩頂也好 那不要理 現在呢 它就 都是升上什麼呢 8個百分比 那這裡回吐下來 其實呢 前浪頂呢 就沒有跌穿的 前浪頂12.76元 現在這一日 12月2號 就最低呢 是見13.42元 都有一段距離 那這隻股其實呢 近來呢 走勢都很漂亮 那是怎樣漂亮呢 就是它之前呢 5月份這個高位呢 14.62元 近來呢 在上高衝上人之後呢 就在那裡消化 那現在消化完 隨時有機會 就真正的產上去 大家留意這一隻 另外呢 瑞星 瑞星呢 也都是站在高位那裡 近乎一個 旗形的走勢 有點像旗形突破 今天升6.76% 其實近來比這個 信譽光學更加要強的 我講近來就是短期 那當然中期 或者今年以來 就信譽光學強一點 那因為呢 它也是5G設備的改朝換代 它做iPhone iPhone呢 暫時還沒有5G股 5G設備裡面的 那這隻呢 如果它 iPhone生產的 新的iPhone有5G的話呢 也都可能會帶動它的設備 就是相關的股份受惠的 好了 那信譽光學呢 都升5.3% 另外呢 優泰都是升5.幾% 即是信譽和優泰 14700那隻 都是做鏡頭的 也都一直都站在高位的了 也都是明年如果越改朝換代 那些鏡頭越來越用得多 也都對它們有利的 好了 總結而言 港股今天呢 和美股一樣 受到這個特朗普改口的刺激呢 就有反彈 反彈是多少呢 大概就是之前那天跌幅的一半 那就是 未擺脫危險期的 但是呢 就好一點點 後續的發展呢 就要看這個 就是中美貿談 特朗普會不會整天 又是改口那樣 但是我們現在 最新知道的消息就是 他們沒有談崩道的 繼續在那裡談 也都呢 有些消息報導出來 是美方是願意 減一些關稅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中方是願意簽的 但是希望在12月15號 新一輪關稅 要加關稅之前呢 能夠達成協議這樣 那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內地呢 是有機會呢 在11月新增貸款高很多 放水 那可能會刺激到 A股啊 內房股啊 那些等等相關股份呢 受惠的 大家看看這個數據 是不是這樣了 第三樣東西呢 就是科技類板塊 股份呢 今天做得比較好 好像那些 晶片股呢 就有華紅半導體 另外手機設備股 剛才說過幾隻都做得不錯的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了 多謝大家收看